人工打扮成童話故事主角 在宴會廳大跳卡通舞 搶攻除夕家庭圍爐市場 不只要製造熱鬧氣氛 菜色更是一大重點 南瓜正手打成泥 夾進滾水中 放入花枝 魚肉蟹角 蝦仁四種海鮮 再放點芋泥增添口感 滋味香濃的南瓜海黃根 更是除夕圍爐宴上的招牌菜 但一粒一休上路之後 業者不只要在菜色上傷腦筋 人事調度更是一大難題 這個決策讓我們業者苦哈哈 因為成本臨時增加 又不能增加在消費者的身上 所以只有由我們飯店本身 來自行吸收 飯店業者表示 政府趕在年關前 通過實施一粒一休 衝擊最大的就是飯店業 與服務業 因為尾牙與農曆年檔期 飯店人力需求大 但一粒一休 讓員工加班費高得下人 以除夕為例 去年飯店業者 多以正職人力支援 排售人數較少 但一粒一休上路 今年除夕 飯店正職排售人數相對較多 兼職人員則比去年多增10人 而且無論正職兼職 通通依照法規給雙倍薪 讓業者的營運成本 增加15%到20 但儘管如此 飯店還是很有可能垂過狼 每家服務器也都是在找代工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服務業缺工缺得更嚴重 面對突如其來的一粒一休 不僅氣加上員工加班費長 讓業者大探 今年年節真的不好過 記者陳生意 陳招顧高雄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